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艰难是人生的常态 很喜欢曾国藩说过的一句话 既往不练 未来不赢 当下不杂 人有80%的烦恼皆是放不下 对未来担忧 对眼前畏惧 对过往依恋 尤其在遭遇了种种不如意时 更喜欢把一切都寄托在虚无理 近日 静闻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的父亲走了 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想着他这一年来经历了太多不幸之事 恨是担忧 当一个人沉浸在无法逆转的悲剧中时 任何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 虽然一边对他甚是心疼 也不敢贸然跟他联系 可以想象他的悲痛已到了极致 过了两天 我给他发了两个拥抱的表情 一息尽在不言中 出乎意料 他很快回复了一个笑脸 在聊了几句后 心中的石头放下了 他的一句 人生总要经历这些痛苦的 让我惊叹到热泪盈眶 他真的很坚强 看得了人世的生死别离和情感挫折 人 一旦明白是为什么而活 就会能承受任何一种生活 正值不获之年的著名作家冯唐 曾在一本书 无所谓上回顾自己的前半生 活在这世上 什么都不要怕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慢慢放下输赢和计算 书中总结了人生九字真言 不要脸 不要急 不要怕 我对这九字真言的理解是 潜心做好该做的不就与于结果 静心等待花开 不要脸 不过多在乎为人的评价 凡事只求无愧于心 开心就好 不害怕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 有可能出现的一切 不去未来 艰难是人生的常态 不是物质的缺乏 就是精神的贫瘠 所有你看到的光鲜亮丽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只有扛过来的人 才能在艰苦中活出精彩 一 不着急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垂的过程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有几句话让我很是感慨 那一天 我二十一岁 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我有好多奢望 我想爱 想吃 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垂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 奢望也一天天地消逝 总以为前方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追念 就像潘多拉的盒子 但寄馀的人太多 去晚一点就会错过很多精彩 而事实上 当我们步伐匆匆拼命往前赶的时候 除了满神灰尘和被碰撞的到处是伤痕的脸 却什么也没看到 约翰列农说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 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国外有一首诗曾奉命一诗 名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诗区 纽约时间比加州早三个小时 但不意味着加州变得很慢 有些人二十二岁就毕业了 可等了五年才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有人二十五岁就当上了CEO 却在五十岁去世 也有人五十岁才当上CEO 然后活到了九十岁 我曾经在一位事业有成的 忘年交面前忍不住焦虑地对他说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几年以后能不能养活孩子 还有父母年老后 是否能让他们安度晚年 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工资的我 不敢谈恋爱 更不敢谈理想 他却告诉我 当年我和你这半年纪的时候 也是什么都没有 只要脚踏实地 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积累起来的 当我们背着梦想和欲望的包袱 负重前行时 似乎想要追逐的一切越来越遥远 万件事物皆有其规律 刮手才能低落 生活是一个慢慢受垂的过程 不着急 潜心做好该做的 不咀嚼于结果 静心等待花开才能迎来春天 二 不要脸 好的生活都是活给自己看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 死要面子活受罪 说的是称其所为的面子 必定会给生活增加不少艰难的困顿 在云州派中 多文涛讲过这样的故事 他认识的一个小伙子 因为妈妈做生意莽撞 亏了钱 每个月都要帮着妈妈去还外债 小伙子花起钱来 一点都不含糊 有意思 直接花了一万块钱 买了一件封衣 当时多文涛知道价格后 都吃了一惊 消费不起的人出手大方 消费起的人反而却觉得太贵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 这个男孩只不过是一个 被标配绑架的受害者 用斗文涛的话来说 那就是 咱们说的高配 对人家那是标配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中国式标配门槛 变得越来越高了 小孩子的标配是家教 外教和游学 女人的标配是 拉马尔 迪奥和LV 男人的标配是 年薪百万 车房和手表 老人的标配是 保鲜品 单反和出国游 所谓的标配都是面子工程 当你放下脸子 这回事 不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和外界的声音时 会发现 其实这些标配 只不过是你所以为的 死要脸子 不但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执着 对别人的评价 也很实在意 一年中 各种随理成了现代人 一种沉重的负担 往往刚发了工资没多久 所以随出去一大半 还没到月中 就要勒紧裤腰带 明明微信零钱以兴灵 支付宝的画背 也快要超现 还要争着 抢着买单 老婆要家用 孩子要零花都已经头大了 出了门还要充阔 不是星巴克不喝 好的生活都是活给自己看的 越要脸生活越艰难 唯有少些欲念随心而安 才能在漫漫人生中 扛过一切风雨 享受自己的人生 日本一个29岁的青年 离奇死亡了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警方调出来了他生前的录像 在录像中 大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这个年轻人从来不会笑 一直都是面有表情 他无论是在工作当中 还是在吃饭当中 他都好像是在想事情 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的变化 甚至是在参加孩子生日party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高高兴兴地笑吧 可是他依然还是面有表情 看不出高兴的样子 因为他脑子里每天都在想很多的事情 包括工作 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内心的担忧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所以 他对周围所有好玩的 好吃的 值得庆幸的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于是大家找到了他 死亡真相原因 导致他死亡不是别的 而是想太多 忧虑太多 心脏出了问题 心理负担过大 心理劳累而死 或而言之 这个日本青年是被生活吓死的 人的一生中要遇到多少事 谁也无法预计 焦虑是不少现代人的通病 害怕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看见身旁的人一个个发着大财 生着关 心里越发的焦虑 就像一书说的 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是不知道如何待在安静的房间里 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 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急不得造不得 任何美好的状态都不会轻易降临 等吃够了当下的苦 未来的甜才能顺理成章地来 你也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 人生就是一个当下 接着一个当下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和坏 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成与败 有的只是我们每个人 对当下的把握和努力 有的人好大喜功 在迷茫中自然容易自暴自弃 忘记经营当下 结果一无所成 而有的人谦虚谨慎 在迷茫中只闻耕耘 不问收获 最后自然会心向事成 所以无论何时不悔过去 不拘未来 不复当下 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唐代诗人刘雨昕曾云 陈州策畔千帆过 病数前头万木春 挫折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因此 被打败而轻言放弃 真正成熟的人 早就戒掉了 对窘境的沮丧和畏惧 他们都懂得把握好当下 懂得和享受生命 才是活着的最大价值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离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